大家好,我是一名对外汉语老师 我的工作是教外国人中文 从2016年到现在一直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中文 在高年级的课堂上,我们常常讨论和比较中美的各个方面 最绕不开的话题就是自由 自由是美国人一天到晚挂在嘴上的一个词 也是他们最骄傲的事 所以每次谈到这个话题都会有一些学生同情地看着我说 中国人没有自由 我惊了 我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 能跑能跳,吃得好长得高 你凭啥同情我 接着美国学生就会摆出证据说 中国人没有言论自由 你们不能批评政府和总统 在美国谁都可以批评总统 我说,对,没错 你们确实可以批评总统 还可以恶搞和丑化你们的总统 不过那是因为你们有一半的人不喜欢现在的总统 可是对中国人来说 我们对自己的领导人很满意 几乎不会有人想恶意地去丑化我们的领导 对你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自由 可是对中国人来说,不是 至于不可以批评政府 那就更不对了 中国人可以批评政府 也常常批评政府 在中国政府的网站上 甚至有专门的投诉渠道 老百姓有任何意见都可以提出 并且可以很快得到回应 如果不相信,你可以自己去看看 不过得等到你中文学好了才行 所以好好上中文课哦 在课堂上,我的任务是教中文这门语言 思想改造不是我的活儿 我也做不了 我从来不想把我的想法灌输给学生 但是现在美国学生接触到的 都是带有强烈偏见的西方媒体的报道 我希望他们也可以听一听 一个中国人真实的想法 我对这位老师无话可说 只是感觉有大学 请他去讲课 那这个大学也够水 只不过是教个语言而已吧 可能是 也就是像ABC 就好像现在我们很多的 所谓有外教的幼儿园啊 学校啊 都是请的那些个莫名其妙的 所谓的洋人啊 充门面 当然我觉得他们可能也不是 为了充门面了 所要的要个功能 我只是怀疑啊 这位老师是不是孔子学院的老师 只是个孔子学院的老师而已吧 没啥好得瑟的 没啥好得瑟的